咱们谈经济啊 这个9月份美联储会不会再次加息啊 现在看动机还是真的有啊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通胀风险可能要求进一步收缩政策 两名美国的美联储官员倾向于7月份保持利率稳定 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呢 这个通胀存在重大上行风险 多位与会者警告意外过度收紧政策风险 一些与会者认为经济风险变得更加平衡 说经济活动似乎正在逐渐放缓 美联储工作人员不再预计会出现经济衰退 预计失业率将小幅上升 与会者表示通胀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需要更多证据才能让人们相信物价压力正在消退 美联储的激进加息目的是具有多重性的 控制通胀修复美元信用 包括美元利率割韭菜 包括汇率攻击 包括制造国际流动性陷阱 还有这个债务危机转嫁 这多重目的 那随着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进入高峰 控制它内部通胀也已经不是主要目的了 主要目的是强化美元霸权 而且要以汇率攻击为主线 对各大主要经济体加强金融攻击 目前美元汇率在市场上对非美货币不断加强攻势 人民币日元明显走弱 同时要通过美元债这些问题冲击中国房地产市场 试图在中国制造系统性风险 那这种情况下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是明显要提高的 美国激进加息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在外部制造风险 然后呢 尤其是想在中国制造危机 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核心基本 那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稳健 那么美国在全全球收割韭菜的金融计划就很难奏效 中国是这个只要稳全球就不会被美国收割 他收割全球的风险 现在如果完不成 那他自己经济就完了 同时中国有超额外汇储备 一旦美国引爆全球的经济危机 他还是担心给中国做驾一场 让中国去顺风车或者直接搭了便车 担心中国借机抄底 对吧 那快速就可以把美元储备转化为有利的资产 那因此呢 美国极力的要将地缘风险引向中国 这就咱们看到菲律宾现在在挑事 其实就是想借中国对菲律宾动手 然后呢 最后就是像对俄罗斯一样 这个对中国进行制裁嘛 一旦对中国制裁之后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收割了 那个时候 中国想用手里的美元去收割 美国就直接可以断了中国手里美元这条线 破坏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 目的就是在全球引爆金融危机的时候 阻碍中国的外汇储备能转化成 就说白了中国去抄底 而且呢 给美元再次扩权 扫平障碍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债券的这个 这个风险啊 在扩张啊 所以货币政策也不得不有所放宽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呢 中美之间的利差就会进一步扩张 这会进一步的引导外资流出中国 会进一步的冲击人币汇率 美国既可以借此阻止人币国际化 同时还会持续的冲击中国大型的房地产公司的美元债 就进一步威胁中国的系统性安全 因此呢 这个瞄着中国系统性风险这个核心目的 那么美联储也有再次加息的冲动啊 就即便是这样做 对美国经济风险很大 但是美国当前想赌一把 就是他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将中国经济拖下水 所以说八月九月 咱们一定要关注中国经济 从这个把中国经济拖下水这个面上看 他愿意堵着一把 中国的全球 美国的全球金融收割 核心就是要把中国拖下水 如果中国拖下水以后 美国人收割最后才能达成基本目标 就即便美国经济自身爆雷 咱们讲过美国人是有能力修复的 因为他有美元霸权 只要中国倒了 他美元霸权就是独一份了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就是让中国倒下 全球都陷入危机的时候 中国印钞是没用的 而美国印钞是有用的 再次证明美元霸权 只要中国倒下 美国印钞就能救自己 而且将所有的危机 我讲了 富人欠债 他只要通过印钞 将通货膨胀 用通货膨胀方式 把危机直接转给穷人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旦遇到危机 就印钞的原因 他立刻转嫁给全球的这些 咱们说 不发达 全球的这些不发达国家 这很现实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秩序 你只有在咱们频道里才能了解这个底层逻辑 中国现在在维护世界稳定 不让美国去收割 对吧 只有中国现在在阻止美国收割 因此呢 他现在必须要把中国拉下水 现在看中国的房地产债 现在就是已经瞄准了 怎么样竭尽全力把中国推进陷阱当中 重击中国 对吧 因此咱们国内对美联储9月再次加息 必须要防范 我再次重申 一定要防范美联储9月再次加息 有人可能不理解啊 为什么这个啊 搞通货膨胀是吧 就这种转嫁危机 你想想 这帮美国人 或者这些这个有钱的 这些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 这个咱们说资产积极 这帮有钱的大老板 他们的钱是借贷 然后呢借贷完以后呢 危机 欠一批股债怎么办 08年时候就是这样 美国欠一批股债怎么办 他这个债是由什么 是由美国政府来印钱 把这个债还上 但是他只要印钱 那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打击的是打击是没有钱的人 没有这些自然 股票啊房产 因为你通货膨胀 这些有钱人的股票啊 房地产呢 他升值了 这个升值过程 可能让他变得更有钱 而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 这点九宁一宝 根本就不在乎 而对于这没有这些股票呀 房产的这些普通的人 或者发展国家这些人 手上没有美元的这帮人呢 他们的这个生活成本是急于上升 这就是转价危机 本身他们有钱人欠的债 结果通过这个印钞 把债务转给你们了 所以咱们说这个08年 温家宝是吧 让所有中国人忘记的 也确实他知道这个事 你看中国后来 多少老百姓啊 这个困难啊 这就转价嘛 这就是他玩的一套手法 那咱们中国呢 咱们中国8月15号再次降息啊 央行宣布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和中期借贷便利中锋利率 分别是1.8 2.5 叫上次报价分别下调10个点 15个几点 那这样的降息幅度啊 首先因为当前这种这个逐渐的降息的方式 与国内的风险系数根本就不对称的 实际上国内目前正面临地产 地产债的性危机 这个危机有扩张到整个房地产危机的趋势 那这种小幅的降息的方式 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市场风险 这是一种挤压高的降息方式啊 能够应对当前这种地产债危机的方法 这个我觉得不是这种挤压高式的 一点点的 正常来说国内的降息幅度 应该是重新回到25几点这个节奏 这有利于快速缓解市场压力 有利于快速缓解企业和居民负债的压力 同时有利于稳定经济人民币汇率的 但在国内的系统性风险加速扩张 而且存在危机变量的这个前提下 货币政策还是这种慢慢的夹高 就会加速引导人民币贬值 那引导人民贬值 那就会引导外资加速跨境流出 同时对市场也是没有意义的 背水车心 这种降息幅度与步调不仅无法解决问题 还会促使经济金融问题更加复杂化 从国内的实际情况看 下半年是需要积极货币政策配合的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 那后期可能会付出产生代价 这个代价就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会遭受 系统性风险严重击了 同时中国还会遭华尔街的金融收割 这种挤压高式的降息步调 在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看 也是脱节的 这会导致后期的宏观调控制非常被动 事实上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目前应该是更积极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危机 坚决果断 就是让系统性风险不能蔓延 否则一旦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形成了中国未来你怎么拿呢 你可没有美国霸权的美元啊 你印人币 那这次降息之后 预计后续还有降息降准过程 但政策啊 这个咱们说这种不断的挤压膏式的释放 是不足以对抗系统风险的 系统风险对他们来说呢 后期不排除 国内有可能出台强刺激政策 因为面对金融危机 常规政策已经很难起顿了 中国呢 重新回归这个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双积极周期 概率是高的 因为这个房地产大概率的要挤泡沫 连锁带来的这个地方债 房地产信托呀 居民负债 银行理财产品呢 银行业这个贷账的一系列高风险问题 之后的国内经济啊 全都是爆雷的 你可以看这一系列爆雷 房地产的爆雷之后会接着啊 你说这一系列爆雷 刚才我再重复讲 地方债的问题 房地产信托问题 居民负债问题 银行理财产品问题 银行贷财上问题 是不是全出来了 这些雷你说得拆 你可以想想啊 这几压高能够用吗 所以美国人在等你爆雷呢 咱们说20个基点单位的降息 这个频率 我觉得尽快的解决国内系统风险啊 这有点也不足了 坚决阻止系统风险扩张 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仅可能会遭重击 而会踏进美国的金融陷阱啊 最后导致中国出现金融经济战略上严重失误 所以目前看呢 中国必须要快速行动啊 咱们也是提醒大家啊 中国啊 可能这半年到一年吧 是中国整个命运的关键 到底能不能进美国陷阱 被美国收割啊 咱们要持续关注我频道啊